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祖哥, 你醒醒, 祖哥 發生什麼事? 我問你發生什麼事就行了 我怎麼知道發生什麼事? 我剛才回來的, 祖哥, 她怎麼樣? 祖哥, 祖哥, 醒醒, 醒醒 頭疼, 不知道沒事了, 過去買一瓶 來… 醒醒, 祖哥 謝謝, 我們要不要去補巡報? 這群巡報廢話, 不拒勞, 不做事 我們自己搞定好了 找人去醫院的故事室 你怎麼回事? 讓我去吧, 出去出回 阿祖 怎麼會是這樣的? 又生死又被人打磚頭, 祖哥, 你真可憐 祖醫生剛剛走了, 說他皮外傷而已 幸好頭骨沒力氣 好, 說回一件事 阿祖, 你昨晚明明是去喝的 為什麼你會在店裡? 打算回家了, 人有三急, 那就回店了 搞什麼?怎麼這麼亂? 不是有賊嗎? 你有沒有看到那個賊的樣子? 我一轉身, 他就撥過來 然後就暈倒了 我想這個賊是怕你認得他 所以就撥暈倒了 姑姐, 我剛才看過了 圖章和桂桶裡面的銀頭沒有了 連外府的駝筆也不見了 賊不只怕阿祖認 但還很熟悉環境 應該是熟悉的 晉升 你昨晚不是在店裡收拾貨嗎? 為什麼有賊進來你也不知道? 我不知道, 因為我肚餓 所以出去大街吃宵夜 那你吃過什麼? 炒律子和蔗汁 那吃完之後呢? 之後我回家 金老闆你今天, 你不是懷疑我嗎? 我沒這麼說過 阿香, 不會是阿晉升做的 你怎麼知道?你昨晚跟他在一起嗎? 那你也要說得通了 偷了那堆碎銀, 喝茶也不夠 還要拚命拚勻阿祖 不是阿晉升做的 對了, 聰爺說得對 只是少許錢而已 問我們借也行 可能是賊嫌錢太少了 生氣起來就拚勻阿祖 好, 又會不會是阿膽哥收不到安全費 生氣起來偷東西呢? 對了, 當然是阿膽哥在那裡鬧鬧 原知不關阿星時的 他也不是這種人 謝謝你們相信我 循例問問而已 好了, 搞了一招不用做生意了 記住以後鎖門窗 沒事了, 開工吧 送阿祖回去休息吧 好, 我先回去吧 找一件臉部畫上去 這裡 臉店那個你怎麼看? 要看看店舖才知道有沒有做 阿香, 臉店在那邊 你走到這裡幹什麼? 你想查聲嗎? 阿香, 疑人不用, 用人不疑 如果他沒做過, 怎麼會說謊 你有沒有看到他的頸子有傷痕? 那你也看到, 他善親而已 善親怎麼會一條條傷痕? 他擺明就是被女人捏 或許他跟小蓮耍花槍呢? 小蓮囚囚子怎麼會留指甲呢? 老闆 昨晚有沒有見過這個人? 昨晚我也沒開檔 或許這裡不只一檔、六指檔呢? 這條街真的只有我一檔 可能他說錯了 他不是買栗子, 他是買其他東西 老闆, 有沒有見過這個人? 沒有… 那還是去交方趕過來 大家看看, 昨晚有沒有在這裡 見過這個男友? 沒有…不光眼 謝佬呢? 謝也不當做, 謝佬也沒有開 當然了 你很有錢嗎? 怎麼樣? 律師又沒吃, 謝汁又沒喝 你那個謊言真是沒句真話 我認得他 昨晚我在洪樓門口見過這個人 是他了… 他去洪樓幹什麼? 明白 謝謝… 昨晚你的晉升去陳花問樓 然後就被那個妓女捏傷頸 為了不讓小蓮知道 她就說謊來掩飾 就算他真的說謊 也不代表他偷偷偷錢 我不要說他偷偷錢 我說他說謊 還以為你會去洪樓 答應了去看店就一定會去 先說明 如果最後發現晉升真的有問題的話 你們一場兄弟也無情說 好, 到時候就算了 前面就是廖大少的麵店 位置普通, 不過東西好吃自然有客 待會兒我叫考膳 煮幾味小菜給你試 他絲成李叔公和手藝不錯 最後這句才是重點 走吧, 別裝了, 不做生意 你亂說 走吧 不好意思, 為何不做生意 不做生意就不做生意 問什麼?走吧 是這樣的, 我是考善朋友 上見見他 他沒空, 走吧 我是這間店的業主 我要進去就進去 救命呀, 救命呀 救命呀, 救命呀 救命呀, 救命呀 你開口, 給我馬上出去打 是 還給我打賊 打賊 冬媽媽, 這次當我無數 不是呀 你是甚麼人, 老婆都賣 你叫什麼呀 現在人家也肯視乎得更加修信 就換了這筆錢 你還叫什麼救命呀 你是禽獸 你這麼養蠟燭考慈的 教你幾身收毒 這些人說了也無謂 先喝杯茶還是阿京 不用怕呀, 那個壞人不敢再回來 考善, 你怎麼會嫁給這個人渣呢? 當年家中把我半賣半送 嫁給你, 要標 最初他對我挺好的 但後來因為難倒敗了身家 他真的性情大病 他當我不是人 他不開心就會打我, 找我來出氣 在我們金家村 只有女人打男人 你說真的嗎? 當然是真的 金家村的女人每個孔無有力 打得又看得懂, 剛才你不知道 我老婆真是很威風 剛才你也看到的, 我不是浪得虛名 從來沒有人敢在老夫頭上動土 怎麼了?你讓我威風不行嗎? 是呀… 你娘的老婆這麼恩愛, 真是善殺旁人 考善, 這個人渣不要也罷了 我也想擺奪他 但不知道為什麼他真的像冤鬼前身一樣 媽媽 你不用再擔心 以後有我金老闆保護你 沒人敢欺負你了 還有, 這家麵店我們商量過 一於轉為米線 讓我們金福龍米線 真的嗎? 當然是真的 這叫一家便宜, 兩家賬 但我怕我自己住得不好 累了你們 行了, 不用擔心, 我會幫你的 到時候你能賺錢 還好租金給金福龍 謝謝你們, 坦白, 行了… 不用這麼大禮了 我最不怕就是人惡, 最怕就是人慘 你好好幫我考善 所以說我老婆心地真是好 不過不要做虧本生意 放心吧, 搞這個藥善米線 既飽肚又養生, 一定行 我老公廚藝這麼了得 到時候店舖說不定一開二開四 四開八 到時候整個鎮都是你開的分店 勝利鬼嚴 慢著, 開什麼分店? 說好去香港的嘛 交了訂了, 別反悔了 行了 那你呼籲我? 沒有, 沒這種事 你再這樣, 我叫窗人趕你走 他行嗎?除非他有遺照 說開又說 當年咸豐帝真的有遺照留給東太后 若然慈禧濫權危害社跡 就可以用這封遺照霸絕慈禧 爹一定是下罰咸豐了 真的有封遺照對付你嗎? 姑媽讓我看過了, 得淡少爺 你說, 我會不會危害跟福龍? 不過這件事你別跟別人說 我怎麼會出賣你呢? 對了, 最近還有沒有頭疼? 好一點吧, 吃了中藥 我想我的腦袋射得像粒米一樣 看著看著看著看電影 我想回賣店 你還是懷疑阿星? 江山已改, 本性難以 防人之心不可無懷 賊性難改 你錢還不能拿 米蘇之前把錢放回來就行了 別吵了, 別吵了 你們搞什麼? 怎麼穿鬼桶底?說 好 我們幫我帶到寶米蘇蝦 誰知道她坐地起價 還說今晚沒錢給就要走 姑姐, 筆帳我一定會填回來 你幫幫我, 又是一筆糊塗 等了這麼久, 還沒耍我們 耍你們有什麼好處? 現在還在做事 給我們一點時間, 那你快就行了 好棒, 求求求你, 我會填花筆數 肚子有了多久? 三個月 三個月的肚子這麼大 蘇蝦有沒有踢你?腳有沒有抽筋? 有… 阿香, 不如摸蘇蝦, 看看生不生命 好 不要 大家女人怕什麼? 走… 我摺走頭, 你又摺走頭? 你給我數學 算了, 吵得兩場就佳智賀文了 算了 全村的人都知道你大肚子 我看你怎麼收拾這個難探子 一旦你假裝滑胎, 一旦你坦白交代 姑姐, 我們真的很想要一個孩子 做人的事隨遇而安 無兒無女助年花, 多兒多女多冤家 你看我和阿香不一樣開心心 我們不是想養兒防老 我們只是想感受一下繁衍後代的感覺 然後將她再育成才, 這樣就身滿意足了 如果做不成娘, 我這輩子都會有遺憾 你們真是不刀王, 我心不死 總之你們萬事就小心 不要讓人知道你的拖子是假的 順藤王瓜, 你和叔公的身分都會被人發現 你怎麼看錯呢? 你怎麼看錯呢? 不是說了兩個大仰嗎? 她已飛完璧, 沒有三個大仰 我就放過你了 三個就三個了 謝謝, 有空再來坐過, 大爺 謝謝大爺 謝謝大爺 你這個臭小子, 心未盡, 識心有喜 死性不改, 你誤會了 誤會什麼?三個大仰 不是來買笑賣什麼? 我來還錢而已 阿星, 你學壞了 你真是沒有錢, 你和我們開口拿 你不要在店裡偷嘛 你又是假室的, 不應該來嫖妓 就戒掉它吧 我怎麼說, 你們才相信 我跟我老婆怎麼來玩女人呢? 那你來幹什麼? 我答應了人, 不能說的 答應了人, 誰呀? 這裡的花姑娘嗎? 別逼我了 不, 不逼你 浪子回頭金不換 阿星, 我看好你的 你不要作賤自己, 好嗎? 是呀, 做錯了事, 認一句就算了 認了它 你是不是不夠錢用? 來…拿上去拿就不用了 你沒錢拿了, 開箱拿了 你們倆幹什麼對他們那麼好? 不…不知為何, 心想對他好就對他好 不就是呀 天天來看病, 看不出來是丹斯病 蒼水喝光又沒有表示 終於玩出火了 我沒玩, 是你害我 我怕你情多, 女美人 姑姑 丹田 考膳 大過女兒了, 很久沒見了 真的很久沒見你了 是呀 丹田, 幹什麼?你得罪人嗎? 哪兒人 小孩子百歉而已 大弟, 你替我撕乾淨的燒酒 好嗎?來, 我們進去吧 今天風箏節 風箏節不用做嗎? 年中又道米節又花燈節 什麼節什麼節, 你別想著偷懶 丹田你和以前一樣 都是這麼脆脆脆脆的 別管這個, 來 我們進去, 來 小嫂妹妹, 嘗嘗糕點 吃點東西 是呀, 這些糕點又香又甜 但是甜而不留, 是老份爺之愛 是呀 考膳, 我們現在出了工了 不需要偷吃, 想吃就吃 我以前很餵食 你怎麼只餵食? 你還好大頭蝦 考膳, 剛才跟你走過的路 你記得嗎? 你以前左右不分 在此地整天都繞錯路 我還好大頭蝦 你們不要笑我了 我現在不會的 全靠你們教我玩火車鑽山洞 噢 早上又又前前後 火車鑽山洞 自此之後, 我就懂得分 前、後、左、右 記得以前你們背我爬牆 坦白說, 我當時真的很想 溜出城外 但是原來城外的生活是這麼艱苦 考船, 現在不艱苦了 現在城外有我們 以前每逢過年都放煙花 我們還一起吃羊肉吃天亮 那股糟了沒有? 到第二天, 人家都睡不著了 你們記得嗎? 有一次預線房廚房走水 我以為死定了, 原來是煲焦粥 是呀… 那次我欠煞頭 幸好崔公公幫我求情 是呀, 幸好 你還說逃過大難 會和口善對食 如果我當時答應 我就不用嫁給廖表這個壞人了 現在還沒遲 是呀, 幸好你當日沒有收拾叔公 要不然叔公也儲不到他好老婆 是呀… 不用打完場了, 我這麼消氣嗎? 可善, 那個壞人不會再出現了嗎? 沒有了 那老闆, 其實你是不是找人解決了他? 不會, 我老婆不會做這些事 她只有養惡 我叫她可人可愛, 給錢打罰她走了 還有這麼遠, 走這麼遠 如果她回來找你, 我就把她拘捕房了 阿倩, 吃東西… 大家, 風箏節正式開始 不如一起去玩吧 好… 行有高, 氣無益 忙女偷閒, 吊頸也要休息 聽到沒有 阿倩, 一起去 一起去玩 好, 走開… 各位鄉村父老 好, 金年一如以往, 四個人一組 哪一組贏出的話 就可以獲得我們的金飯碗了 一年一度, 金家村拉拉扯扯 風箏同樂日, 現在開始 考仙和你們一起這麼開心 今天他和你一組, 讓他輕鬆一下 丹田考仙世紀, 我們一組 好… 那我呢?我想和世紀一組 你們三姐妹和我一組, 走吧 老公, 你自己找人和你一組 是呀, 阿祖 是呀 我們自己來 老公, 老公, 你自己找人和你一組 我先拿東西過去 好 我先拿東西過去 好, 老公, 你看我一組 好, 老公, 你看我一組 你快幫我安排吧 我滿腔熱血, 無處發洩 很快的 怎麼了?我先拿的, 你替我爭嗎? 怎麼敢?給你吧 丹田, 你的材料我幫你拿了 這些不用了 顏圓, 謝了嗎? 他特地的? 你怎麼說他? 諸事八卦, 你們被人撞 那你又扶我? 丹田, 你們和牛女的關係 好像很耐人尋味 我姑娘真是眉睜眼睛 願聞其長 就在七天前, 一個風平安靜的客人 丹田, 你別走 你別走, 丹田 丹田, 你怎麼失弱? 失弱?是你約我 如果我答應而沒去, 這樣叫失弱 但我也沒答應, 是你自己一廂情願 你又沒意中人, 我又不是醜八卦 你嫌我什麼? 其實呢? 其實呢? 其實丹田是我的潛心 我是她的Honey, 你別花心思 那你不早說 三文海誓, 何須向你交代? 是呀 一年了, 我痴心錯乎 好呀, 你不愛我 那我愛誰都無所謂 我上天脆殘自己, 做產花敗樓 我再拿情去伊亨 租質自己愛得好深 但很奇怪, 今早牛女又來了 她又好像冷通了 你又搞什麼? 我想通了,我沒逼自己做妓女那麼傻 我貼你戴字布,當打我吧 情何以堪 牛女做過妓女? 最後想通了什麼? 是呀,我想她客客丹田而已 求不得,你自然反側 說不定有高人指點,她就想通了 你們倆來談隔地比賽的 是,馬上歸隊 香,原來牛女做過… 我不聽是非,你快去找考線 她雞手鴨腳,我代替客人 是你把我推給別人 我就是拿去,我一向很疏散 說不定是她,我經過 學生啦,我會怎麼看 學生啦,我沒有哪個 我經過三天 不然嗎? 我沒有哪個 我我沒有哪個 是,我沒有哪個 是,你沒有哪個 快點,快點,快點 快點,快點,你三個月大 你快點快點,小心點 小心點,小心點 什麼事? 我來,我來,我來 過來,過去… 別玩得這麼瘋,一會兒傳播 一飛中天 一飛高點… 小心,小心 我真聰明 那風箱很漂亮 嘲笑,你嘗嘗 嘗嘗,不行 來,嘗嘗,來,握著… 大膽一點,握住它 風箱就像你的命一樣 要高越低游,你控制的 千萬不要放手 要自強不適,自力更生 不要逆來順受 還要打要還手,罵要還口 知道 大聲一點… 知道,打要還手,罵要還口 我要走多遠就多遠 沒錯 又摸一下 快點,快點,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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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快點 還沒見叔公? 對了,阿香,你們不是形影不良嗎? 對了,一大早就不見人 古古怪怪的,一會兒搜尋它才行 怎麼還要做事? 一滴 各位,我有個驚人發現了 我們店鋪失事雙人的事絕對不關阿昇的事 因為阿昇當晚另有去處 其實他的叔叔…別說了 難道他上了紅樓? 別亂說話了,阿昇很尷尬的 繼續說 阿昇當晚打算去大街買宵夜 剛好經過紅樓 看到牛女被幾個妓女拉上去 放手 放手 你一遍就不怕了 放手 放手 放手,你幹什麼?想逼牛慧昌嗎? 是他來這裡找你做的 牛女好好的,你幹嘛做這些事? 我打算來買不買身 誰知道他們要我買上次拍 你要中殺自己,當然要買身 你玩嗎?要有進不出的 抓住他 別嚇你了 走開,放手 放手,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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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如此,上紅樓就是為了救牛女 打破了東西,所以要賠錢 阿昇稍後如瓶,是想保住牛女清瑜 被人知道牛女上期宅,還嫁得出 阿昇簡直是高峰亮節 路見不平而已 牛女的事,大家不要說出去 真相大把 阿香,你怪錯了阿俊昇 都情理不通 好啊,就當晉升上紅樓也夠人 那牛女為什麼上紅樓賣藝? 牛女是為情所困發悔氣 你是為了保兄弟作故事 姑姐,就算你不相信阿昇 也相信叔公 他不是一個是非不分 互聯幫兄弟的人 對了,姑姐 我也覺得你針對晉升 對了,阿香,你不相信晉升就說 但是叔公是你老公 你也不相信他,何必太固執了 好啊,憑他呢?我憑什麼要相信他? 老婆,你只是拿來爭辯 算了…大家別為我吵,其實很小事 我回去工作了 不是,阿昇 牛女… 牛女…過來… 你來得對,你終於出來做證了 晉升哥,對不起,要你吃死貓 那我害死招財,我也對不起你 各位,其實事情是這樣的 因為丹田拒絕了我 所以我就發悔氣,上紅樓糟賊自己 幸好晉升哥及時救我 否則,否則我前途盡毀 姑姐,人正又站出來了,就是有憑據 晉升,救我義氣 各位,餵補牛女的聲譽呢? 大家不允許說出去 來吧,老闆 每個人都出去吃飯了,你們在做什麼? 有所不知的,我們都想出去吃飯了 你們做錯事了 是錯,但不是我們做錯了 你看,單位開完又開,貨送完又送 還有,有些被人畫了,還被人撕了葉 你知道誰做的嗎? 來,你過來,你聞聞 姚慈漿? 這項像是金庸所在櫃桶 我們沒所事的 你們懷疑金老闆嗎?不會吧 什麼事? 這麼無聊的事,我是不會做的 還有,本帳簿弄破了,怎麼結帳? 帳簿只有幾個懷疑拿人開店 你懷疑我嗎? 但真的很大股饒慈漿味 我是喜歡吃東西 但我不會一邊看帳簿一邊吃饒慈漿 就這樣吧,你看看那些字跡 那些字跡好像是你 那就是有人扮演我的字跡 然後冤枉我 怎麼樣?誰做的?我自己承認吧 我做過的事,我不會忘記的 好,我給你們一天時間 誰坦白承認的,我當無數 好 叔公,你要相信我們,與我們無關 對,與我們無關 而且我們有點餓的照片 我們吃東西吧… 叔公,我覺得你老婆有問題 為什麼這麼說? 好,其實我之前也想說了 閉門失事那一晚 我教完牛女,打算回店 誰知去到門口的時候 我看到老闆拿著一包東西 和一枝棍子 我覺得很好奇 我跟著他,跟著回甘家 也沒什麼異樣了 於是我都沒有放在心裡 但之後原來就是那一晚 阿祖被人打破了頭 那你不早說 老闆的事我哪敢管那麼多? 我還在想,是不是老闆想試我呢? 不過又不像 他是不是跟阿祖有仇呢? 又不覺得是 你看看這些數寶,都證了他的角作 他都覺得完全不是他自己做的嗎? 做了又忘了?糟了 出事那晚,你在哪裡? 我跟小雞和丹田喝酒 回到房間見阿香睡了 叔公,老闆是不是有病? 講人 帥 在哪,他不敢之後 阿祝 帥 又 從 給了 動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這是什麼? 店頭的碎銀, 金福龍的圖章 還有你哥哥的駝錶 郭祖祖的頭的木棍 全部在床底找到 一定有人擦妝駕鑊 阿向, 那晚我和小雞和丹田去喝酒 你是不是回過金福龍? 你看到阿祖以為他是賊 就打穿他的頭 然後拿東西回來放在床底 那晚我早就睡了 你是不是做了, 你不記得? 我只知道, 我沒做過 阿向, 我很擔心你 我擔心你救命復發 腦子押著你的神經線 你做了什麼你都不知道 阿姨, 之前都試過是這樣的 跟你吃飯你呆一呆 然後又問我為什麼會在這裡 為什麼會這樣… 慢著 你憑什麼說我買個金福龍? 阿星親眼見到的 他說你就相信 你沒想過他撒謊? 他為什麼撒謊? 那對他有什麼好處? 他的好處就是 他說我有病又踢走我 不會的, 他知道錯了 你別這麼固執, 好不好? 現在是你婦人之人 他說什麼你就相信 我說什麼你就不相信 我是你老婆 總之, 我告訴你 有問題的那個是崔俊昇 不是我 阿香, 你有病是事實 出去 幹嘛? 出去 我說什麼你就不相信 我人說話就相信 我現在沒話跟你說 你別這麼激動 這樣對你的病不好 算了…我們不要說這些話 香港家的裝修好 我們不要留在這裡, 我們走吧 不走, 我不去香港 你不走就叫我找屋 你根本想拖延時間 留在這裡只會被人說 你戀居權位 這樣你又不開心 對你的病又不好 你很煩, 你出去吧 我的病不用你 阿香, 你聽我說 我為你好 你別這樣 我也不用你了 阿香… 病人的詳細情況 阿香要進一步檢查才清楚 那是怎樣 即是要進一步檢查才清楚 那是… 叔公, 你說吧 你不是跟老闆去過上海做檢查嗎 是, 我在上海找了個腦專科 幫金香檢查 結果查到他的腦有個瘤 我瘤壓著神經線 所以搞到金香忽然又忘記了東西 有時候又聽錯東西 你們記不記得嗎 一年前買的轟炸機訂錯炸彈的 那晚他經常說聽到飛機聲 是呀, 我還記得那天搞了一整晚 其實那時候金香已經有事了 為什麼你不告訴我們呢 我們不想你們擔心 是呀 不如開刀拿個樓出來 一了八了 不行, 開刀也很危險 隨時死在手術桌上 是呀, 上海的醫生也是這麼說 我們在上海休息了一段時間 總是迫感醫 樓又小了 是呀, 醫生說 只要樓不再大 那我和樓和平共住 我們打算沒事了, 別再說 難怪了 你們剛好一回來 金家村就出事了 那金老闆受了刺激 樓就發作, 樓就又在作怪 你們要有心理準備 樓隨時爆, 一爆就沒命 老公 我知道現在只會彈你 也解決不了問題 但現在怎麼辦 你表面是當家 但實權就在阿香那裡 阿香處處為米譜, 大家都知道 但現在阿香時而失憶, 時而錯亂 萬一他病發, 賣掉金家的田地 那怎麼辦 我現在就像父子騎雷的故事 是呀, 兩父子騎雷 人們就說虐待隻雷 對, 兒子騎雷 人們就說兒子不孝義 兩父子揹一隻雷上路 又被人說傻, 真是左右做人男 現在要這樣放下 我就變成奪拳 人們在背後一定會搶我 但要不然金家… 金家就冷過水了 唯有希望阿香清醒 讓他自己肯退下來 真是米有米味, 餅有餅味 居家旅行, 必備 碰到麵條更好吃 泡一泡熱豆漿, 另一塊好吃 好吃… 反應這麼熱烈 要與盈老闆合照開米餅廠 好… 開米線廠又開米餅廠 昌爺, 你真是眼睛窩窩 怎麼這麼大事都不知道我 不行 幹什麼這樣?我不歡迎我 你身體是不是有毛病 醫生怎麼會放你出院 他要出院, 誰會阻礙他 大哥, 與盈老闆合作有問題 開米餅廠更加有問題 你告訴我 如果能夠聊天, 去哪裡開工廠 我們有這麼多農地 隨便介紹就行了 工廠廢水會影響農田 農田會影響稻米 稻米出事就會影響農村生態 還有, 你與盈老闆很熟嗎 有沒有聽過不熟不做, 不熟不吃 小姐 阿香, 你不如回醫院休養一下 對, 身體要緊 開米餅廠只是小事 有他們來辦吧, 先回醫院吧 我不想他們亂來 姑姐, 開米餅廠有什麼問題 不如你先試狗吧 對, 試狗吧 試狗吧 你們一個一個腦裡有沒有獎肉 問題不是在於米餅, 是在於開工廠 我們更加做什麼? 是嗎?還做米, 不是開工廠 是, 米線廠偶然開一間可以 但你們有一點甜度 就是開什麼米餅廠 那下次是不是開什麼磨粉廠 麵粉廠 金老闆, 你是不是想多了 這裡輪到你說話嗎? 阿香, 做老闆要聽別人意見 伯哥, 我什麼時候要你教? 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在什麼位置? 阿香, 你有病我也要說 有你通人天下, 無你處無能行 你根本沒有道理, 願我遷就你 真是假 你讓我當家就要相信我 金福龍, 你離開了一年 金福龍不僅沒事, 還賺大錢 那又怎麼樣? 足以證明, 沒了你 金福龍一樣沒問題 哥, 你的管治是最大的問題 對不起, 也要說一句 為了金福龍 我要重整整個行政架構 金昌, 你回去守倉 細雞和大藍, 你們去開金福龍分店 金昌, 你回去別勝財 不得而言 香, 別這樣了 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 你老婆怕我勇兵自重 怕我自己人為鬼位 她要打散我的團隊 行, 你動誰都行 不要動金昌 金昌一定要跟著我, 我要補他 那你就是用人為親? 是又怎麼樣? 你做錯日, 我做十五 那如果我炒掉他呢? 炒掉我 昌爺 別這樣了 大家說話不要說得那麼糟糕 不如這樣, 給大家一天時間 回去想想, 冷靜再談好不好? 好, 我就給你們一天時間 明天跟我說對不起 孤姐, 怎麼這麼醜? 這樣我不給外父 是不是病發? 辛苦你, 昌爺 任一天 阿香怎麼樣? 他又不肯回醫院, 又不肯跟我聊 是嗎? 靜陽無限好, 只是近黃昏 我們老了, 這條家交給你們 阿香如果生在帝王家 阿香, 必定是王姐 可惜關心則連 阿香對金鋒龍實在用情太深 深得連自己的命都不好 他說來香港養病都是騙我的 他根本放不下金家 但他有病是事實的 他的情緒越來越波動 我怕他腦袋一爆, 就一命烏符 可惜我不是公親王 可以任命八大顧名大臣 將阿香霸主 只能夠任由他調給顯像 也不是的 要阿香下馬, 又不是沒辦法 有什麼辦法? 我怕是不會原諒我們 叔公, 一切以大局為重 大哥, 幹嘛請我吃飯? 跟我說對不起 進去就知道 坐吧…你們兩個回來這麼久 都沒有好感和你們洗澡 對了, 人生幾何, 應該對酒當歌 哥, 不要再兜兜轉轉 你蓄勢待發我都如箭在言 有什麼的, 坐下說清楚 好, 坐下 金福龍, 我們金家三代祖業 也是我們爹跡下來的心理 我們不可以敗掉它 哥哥, 我就是怕擺在你的手上 你這個人太沒機身了 你被人利用你也不知道 你還不信奸人用人為親? 是, 你說我貪戀權威無所謂 但我今天這麼霸道 我也是為了金福龍而已 哥, 真話永遠都是最難聽的 但是今天有牛鬼蛇神在 我一定要眉羽籌 我知道, 我知道就信不過 但是我自問沒有留在心腸 你別再演戲了 是信不過就信不過 你做多少事我也不會相信 金老闆, 你這麼說明明太武斷了 盡聲都… 做老闆要知分傳, 識盡退 金香, 你現在有病 老闆隨時會拿你的命 為了你的健康, 你退下來了 原來想杯酒識冰拳是嗎? 你憑什麼叫我退? 就憑你現在是非不分, 神智不清 神智不清, 妄自尊大 爹臨終之前寫下一封信 讓姑媽保留 他擔心你有一天, 妄自尊大 危害金家, 就要你退下來 阿香, 大家只是為你好而已 你是我的丈夫 我最鎮定的是你, 你出賣我 好 我, 妄自尊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